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最近的研究发现 重复感染新冠病毒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无敌新兴 有些人的症状不但没有比较轻微 跟染疫一次的病患相比 半年之内死亡风险高出两倍以上 而且还可能会引发神经系统 心脏 肾脏 相关疾病 而美国国卫院另外一项研究显示 长新冠发生的真正原因 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 误把大脑血管内的细胞 当作是攻击目标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不少人都曾经二度甚至三度感染 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最新研究发现 重复感染不但没有无敌新兴 跟染疫一次的病患相比 半年内死亡风险高出两倍以上 住院风险更攀升到三倍 根据研究 重复感染后出现的常见症状 包括胸痛 心律不整 心脏病 心肌炎 血栓 呼吸急促 肺积水等症状 随着染疫次数增加 风险也跟着上升 不论是否接种疫苗 而且风险会持续到染疫后至少半年 不过研究人员强调 还是有不少重复感染的人平安无事 而且重复感染的病患 本身可能有其他疾病 住院死亡风险才会比较高 即使染疫康复 还是有可能出现脑雾疲倦等常新冠症状 美国国卫院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在常新冠患者的脑部并未找到病毒 反倒发现病患自己产生的抗体 错误攻击保护脑部的血脑障壁 造成发炎损伤 推测这是常新冠发生的真正原因 有助于开发新的疗法 林佑仁编译 请不吝点赞订阅